我工作室在北京郊区 图的这边是村庄 另外一边是别墅区 这顶站经常会从别墅区 抽回来一些不要的垃圾 有些损失回收了 我觉得挺可惜的 买回来改造改造 涂一涂装一装 有意思是有可能 这些创作好的垃圾又高价 回到了别墅区 他们精致的客厅里 我觉得还挺环保 挺循环的嘛 我叫童坤 我其实喜欢是叫 我自己童坤的 一直觉得自己 可能差不多是一身下 我从中央美医院 也去到世界各地 收集很多当地的废弃材料 来进行创作和举办展览 我自己的生活状态里面是很容易把自己的存在感放到我看到的一些东西里面去 这个可以做首飞 本身是学雕塑 别人扔掉的就是有残缺感的家具也好假雕塑什么的 对我来说没有一点问题 我可以做成我的作品 重新赋予他们生命 就是有眼睛 比如说今天放到和临飘的那个扫帚 我想给他再有一次河上漫游的状态 所以在我的概念里面垃圾可以可以喝 它是更有情感和情绪化的 我在北京是一个外地人 比如说你有生存压力 你有各种的遭遇也好 这个东西 其实大家都有这个感觉 就这种状态让你觉得 你自己需要平衡 所以我就开始做平衡量 我就是要想像他一样 他本身就是在一个 抗尸很危险的一个支点上 但努力地在让你感觉到很平衡的一种状态 最大的平衡鸟是一千斤以上 它接触的面也就两三毫米吧 基本上 它的鸟嘴到两端翅膀 构成三角形的稳定的平衡这种结构 在生活中我观察 其实这边满满路路的所有人 都需要建立自我平衡的一个东西 所以每一只鸟 它象征的其实就是 不同的人物形象 邋遢的贵妇啊 或者是扫地人啊 当三只平衡鸟搭在一起的时候 会像一个家庭一样 父亲然后到母亲再到孩子 互相之间配合在一起 保持这种平衡 维持这种存在感 所以它其实可以由个体 上升到是家庭的 有团队的 最好上升到是国家 我觉得我做的这一个平衡鸟 做的是一个内心世界 这有点像我的宠物一样 哎呦 绳子掉了 我觉得创作没有太多去主动的去寻求我要什么材料和媒介 其实这个东西是在你的生活思考过程中它自己涌现出来的 就是他们在树林偶遇了然后想交个朋友不断的想跟你握手是好吗 友谊的那一刻 哈喽你好 哈哈哈哈对对对对 我创作从来没有说我怕我要转一个方向 我都是顺其自然的在交叉的做绘画 标速 包括做一些行为 它是交叉的 它整个是一体的 我其实是渴望不断的有新鲜的一种理解和新鲜的蛮可以在我的身体里面敞出 如果就觉得一个东西你扔掉或者是抛弃它它就变垃圾了 我觉得这个理解有点太简单了 所以最重要还是不要蒙蔽自己思考的好奇心